大家知道8到9月份都是我国和全世界人民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日 我国也纪念抗战胜利纪念日 但是发现有两个日期 大家知道你看每年的8月15日 这都是历史上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因为1945年的8月15日 日本的天皇第一次利用广播 在全国发布了叫中战招书 大家注意在日本历史上都是第一次 日本的天皇那是被神话的 不露面也不说话 所以日本人也是第一次听到天皇的声音 但是大家知道 8月15日并没有作为我国的抗战胜利纪念日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当年日本天皇在诏书中玩了个文字游戏 他说什么呢 他说接受波斯坦公告终止战争 但你看他没有出现投降的字样 什么时候正式向我国投降呢 直到1945年9月2日 当时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 外务大臣叫崇光奎 和军方代表参谋总长叫梅金美智郎 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海军战略舰 叫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字了 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所以9月2日是日本签署投降书的日子 明确表示向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盟国去投降了 这就具有国际法的效力了 于是在第二天1945年9月3日 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就把这一天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有一个民主党派 还叫九三学舍嘛 就是为了纪念这一天而命名的 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 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也曾经把8月15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但是到了1951年就考察历史以后 政务院决定把8月15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但是实际投降的是在9月3日 所以从51年到91年都延续了这个用法 那么在2014年的2月15日 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 决定把抗战胜利纪念日也是定于9月3日 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2015年抗战阅兵 也就是发生在15年的9月3日嘛 但是大家会发现啊 你像韩国还把抗战胜利纪念日定在8月15日 那是因为日本在1945年9月2日 是向中国等同盟国投降 韩国不是投降的对象 韩国就没有享受接受投降的这个光荣 所以怎么办呢 韩国人只能自我安慰 把8月15日天皇宣布中战诏书的日子定为纪念日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欢迎关注胡关正经的优酷账号 打开优酷视频首页搜索胡关正经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就能看到关注按钮 下次想看老胡的节目 直接点击关注列表就可以观看了